Hello 大家好 我是雲文子師傅 今日以奇門遁甲為大家推算一下 財運飆升的兩大生潮 縮後的朋友財運穩定地上升 有機會和財力紅厚的朋友合夥投資或創業 至於個人嘔心溜血的投資計劃終於有回報 但千萬不要把利潤頂得太高 否則很容易會虧錢 屬鼠的朋友正偏財都雙贏 投資技巧又提升 又得到資歷豐富的女貴人雙左 但理財技巧一般般 要好好控制自己的消費意欲 養成儲錢的習慣 至於財運跌到谷底兩大生潮 就是屬龍的朋友 直貸稅再加形貸稅 財運當然是一落千丈 謙缺冷靜靈活的頭腦去管理你的財富 經常會投資失誤 所以不適宜把大量資金 放在一些不熟悉的短線投資上 數碼的朋友 財運非常薄弱 理財觸覺又差 很容易錯失了一些入市的好時機 一些高風險的投資 盡量要避免 而且沒有意外之財 一切博彩的活動都不適宜 至於親戚朋友借錢盡量要迴避 就可以減低破財的機會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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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元 用了 點 通訊 每件事